A股的情况来说和H股的整体情况有一些略有些不同 那A股来说这一轮它是到现在为止 A股的指数还是在不断的屡创新高 那A股里面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由银行股和金融股 还有钢铁资源股这些带动了 整个一个成分股指数向上推动了 那可以看到那个H股上面 H股和包括恒生指数来说这轮涨幅有所不同 恒生指数来说是之前是由于资金的带动 资金带动下就是在板块之间的轮番炒作 比如说地产股内房股内营股和资源股 还有香港的金融股 它基本上恒生指数里面大型的板块已经全部抢过 在这样的情况下来说 现在大势又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回调和成交量萎缩的情况下 预料的话来说应该是没有什么板块 还有一个在上升的一个空间在里面 所以来说在这个两方双方的情况不同下 A股和H股的差价并不一定是一个参考这个补捉的一个机会 或者��은这个对金融股内面上介绍的影响 所以我们参考这个回调和以外 因为我们更加重新的这个回调和对金融股 根里面上期绍下인이的又但是我们还可以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